传股东有将派太子党引发习震怒 滴滴惩罚将远超阿里 七一党庆内幕流出 保温家宝不受习近平待见 撤离香港 脸书 推特 Google发警告 逃脱抗体 秘鲁变种新冠病毒 惊陷不寻常突变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7月5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扯上习江斗 滴滴被审查下架 传言股东有将派太子党 据报道 中国网络轿车服务APP 滴滴出行才在美国纽约交易所挂牌上市 4日就遭中共网信办审查 网络媒体财经真相 5日直接点出 滴滴出行遭到调查下架一事 以似是因为两代国家领导人 习江的激烈内斗 据台湾媒体5日报道称 几天前的中共党庆 前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参加了 但江泽民却缺席没有参加 有分析认为 习近平对于江泽民家族 借由投资扩张势力颇有警戒 甚至直接指出滴滴背后有江派资金 上市后突然遭整肃 释放出习江两派再一次激烈内斗的信号 报道称 滴滴成立9年以来 合计融资21次 累计融资金额超过226亿美元 二十余次融资和两次合并之后 股权结构已经非常复杂 中共当局认为 滴滴上市的目的就是圈钱 洗钱 现在掌权的习家军因此出手 借审查免疫 行打压之事 报道援引财经真相指出 滴滴被查本质上市中共最高权力斗争的结果 不希望挂牌上市 为中共太子党投资者们带来巨大利益 同时 据香港媒体5日报道 据接近中共金融监管层人士消息 滴滴APP下架原因 既有高层对国家及中国公民数据安全风险遭泄露的担忧 同时也由于滴滴不顾监管层多次沟通 贸然赴美上市 消息没有提及滴滴如何做到满天过海先斩后奏 但称当局对于滴滴出行的惩罚力度将远超阿里巴巴 该报道指出 中共监管层曾与滴滴高层进行多次沟通 不希望滴滴去美国上市 但滴滴方面并未给予有效反馈 甚至特意选择在中共百年党庆之前赴美 希望能够先斩后奏 此举让中共监管层更为震怒 报道指出 近年来 中共金融监管层曾做过多轮窗口指导 引导已经在美国上市或赴美上市想法的企业回国 或在香港上市 此外 至于中共当局以保护广大用户个人信息安全为理由 惩罚滴滴出行 官媒《环球时报》在一篇评论中 透露了当局下手的真正原因 这篇评论称 国家不能够任由滴滴出行这样的互联网巨头们成为使用个人信息的规则制定者 标准一定要掌握在国家手中 评论还称 绝不能让任何一家互联网巨头成为比国家掌握还更详细的中国人个人信息的超级数据库 美国之音的报道援引一名中共监管层内部人士表示 一旦滴滴出行赴美上市成功 将会面临美国的监管要求 势必会让中共国家和公民数据安全面临不可控 这是存在极大危险的 违背国家安全 据CNBC的报道 过去几个月 中共当局不停地打压中国科技企业 重点一直放在反垄断和金融技术监管上 而现在北京将目标转向数据 这一转向最新的例子就是对滴滴出行的惩戒 因为没有强大的数据私营保护 中共就不可能拥有数位经济 而当前数位经济正在支撑中共放缓的增长 中共百年党清日 习近平登上天安门城楼 中央前后高层纷纷见身 习的前任胡锦涛和前总理温家宝也来了 然而在活动过后 官方发布的天安门城楼上的镜头和照片 很难找到温家宝的身影 这一明显不符合中共官场惯例的做法 引发了外界关注 综合报道 七一当天 习近平带领一众中共政治局常委们 及中共元老们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官媒报道 当天的活动胡锦涛来了 温家宝来了 但温家宝在活动当天的排位和受重视程度 明显受到当局的排挤 在活动过后 中共官方发布的天安门城楼上的镜头和照片 也几乎找不到温家宝的身影 这明显不符合中共官场的惯例 而与温家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习近平和前任胡锦涛在天安门城楼现身 而习两次礼让胡的画面被聚焦 有人能注意到 当日在入座前 习近平罕见两度伸手 示意胡锦涛的座位位置 并礼让胡先行 有分析指出 如此重要的场合 台湖贬温 习近平此举似乎是故意有意为之 温家宝在哪个角落 他不愿意让更多的人看到 还是级别不够 温家宝担任总理事 警告人们不要忘记文革 他还在多种场合提到普世价值 尽管没有实现 但专制政府中有领导人能这么说 不少人已经觉得难能可贵了 今年的清明前夕 温家宝曾分四期在澳门导报上 刊登我的母亲一文 谈文革灾难 谈传统教育 让人懂得做人的道理 谈他心中的理想中国 应是一个有公平正义的社会 也谈自己在中南海做官 如临深渊等 在中国全面晋升的当下 温家宝的这篇一亩长文 犹如平地起雷 在国内社交网络上全面背禁 分析普遍认为 温家宝重提文革那些丑恶 而习近平复辟文革 似乎包含着对习的所作所为不满 随着香港政治环境的日趋恶劣 脸书 推特与Google母公司Alphabet 近日私下警告香港政府 若港府一意孤行 继续进行修改个人资料撕影条例 或将全面停止在香港的服务 据华尔街日报5日报道 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 5月提议修改个人资影条例 表示这是对抗 入缩的必要手段 2019年反送中抗争运动时 此行径相当普遍 该议案要求 违者罚款最高100万港币 以及最高5年徒刑 对此 由网络公司组成的产业团体 亚洲网络联盟 致函香港政府 对于该项修改 恐使其在地员工 应用户的贴文 而面临刑事调查 或起诉的风险 报道援引亚洲网络联盟 6月25日从新加坡总部 发出的该汉文说 科技公司避免这些制裁的唯一之道 就是在香港不再进行投资 以及提供服务 随着北京升高对香港的控制 以及打压异己 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企业 与香港当局之间的紧张升温 在中共去年实施港版国安法后 相关媒体表示 将暂停处理香港执法当局提出的要求 亚洲网络联盟总经理佩恩 致函香港个人资料 私隐专员公署说 尽管该产业组织及其成员 反对类似网络肉搜等行为 但该修正案含糊的措辞 可能意味相关在港公司 及职员恐应用户的肉搜行为 而遭到刑事调查 甚至遭起诉 这将代表完全不成比例 与不必要的回应 信中还强调 该修正案恐限缩言论自由 甚至是在网络上 分享讯息的单纯行为 都会被判定为处法 因此该联盟建议 更明确定义处法的范围 并要求透过视讯进行讨论 新冠疫情继续蔓延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 新冠每百万人死亡数来看 南美洲的秘鲁高达约5700人 是全球死亡率最高的国家 而首次在秘鲁发现的 蓝布达病种病毒 已占据秘鲁82%的新增病例 并蔓延至全球超过30个国家 专家示警 蓝布达病种出现不寻常突变 传染速度可能更快 而智利的研究甚至发现 蓝布达病种能逃脱中和抗体 即使是打了两剂中共疫苗 恐怕也无效 据报道 蓝布达病种病毒 自去年8月首都在秘鲁县宗 当时称为C37或安蒂斯病种 由于确诊案例在南美洲不断增加 因此世界卫生组织 已将其纳入全球虚流液变异株 令人忧心的是 长时间观察蓝布达病种病毒后 发现其挤蛋白出现多个不寻常突变 代表传播力可能更高 或是对中和抗体的抵抗性增加 但目前资讯有限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验证 据英国《近报》报道 WHO数据显示 在秘鲁最近的新增病例中 有82%与蓝布达病种病毒有关 其邻国智利也有三分之一的病例 是由该病种病毒所引起的 因此 秘鲁研究人员认为 蓝布达病种病毒相关病例急速增加 表明了它的传播速度 比其他病种病毒来得更快 此外 智利大学圣地牙哥分校 一日发表的论文中 采样当地已接种两剂 中共科兴疫苗的医护人员 雪卿进行研究 发现蓝布达病种病毒 比γ和α变异株更具感染性 更容易逃脱 疫苗产生抗体作用 蓝布达病种病毒的几蛋白突变 能使其逃避中和抗体 并增加传染性 不过 此篇论文尚未经同行的审查 同时也有专家不认同 蓝布达病种病毒 比其他病种病毒 更具攻击性的说法 但他们也认可 需要对蓝布达病种病毒 进行更多的研究 以确认其传染力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 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 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